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您好 我是台湾新福里情绪教育推广协会的理事长杨丽荣 也是这本书的总策划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我是临床心理师钟世民 也是心福里情绪教育协会的专业讲师 同时呢我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通常啊孩子在闹情绪耍脾气的时候 也是爸爸妈妈头最痛的时候 但事实上呢只要我们处理得好 所有的情绪跟行为的困扰 都可以转化为我们的孩子成长的养分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当孩子可以感受到的正向情绪这样的经验越多 而克服负向情绪的能力越强的时候 他们的幸福感也会越高 也就是说只要有更多的爸爸妈妈 老师懂得如何善待情绪 我们就可以培育出更多具有幸福能力的小孩哦 不过呢相信有很多爸爸妈妈在面对孩子的情绪问题的时候 常常啊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不知道怎么管教比较好 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集结了12位优秀的心理师 深入解析孩子们最常见的11种情绪行为困扰 包括了容易分心 太好动 不耐错 爱生气 等等 同时呢我们在每一章都以案例故事 心理师这样说 教养秘方 还有心理师小丁宁 四个段落来做说明 特别是在其中这个教养秘方的这个段落里面呢 我们呢更具体的提供给各位三个非常有效的教养技巧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爸爸妈妈 三个不恰当的教养地雷 清楚明了的脉络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爸爸妈妈 更容易读懂孩子的情绪 更快速掌握教养的心法 12月20号 读懂孩子的情绪化 小孩不暴走 家长不失控的好EQ养成法 在全台各大书店同步发行了哦